劳力士手表总有让人聊不完的话题,不过也必须承认劳力士的名头,也实在太过响亮,在营销这一方面的成功几乎无人可及,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想, 有关于劳力士的任何话题,总是会让表迷们津津乐道,就比如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整个制表界,确实只有劳力士一家,在全面使用904升钢作为腕表材质,其他品牌都是采用316升钢,也因此904升,又被称之为劳钢,那么为什么单单只有劳力士使用这种钢材呢?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,这两种钢材,有什么区别?904升钢,是一种高科技用钢,一般用于航空和石油化工领域,并且因为较强的防腐蚀能力,904升,还用作成防腐蚀性比较强的液体,比如牛酸 こちら是第一钢材区多苦所 川普雨 Noah 好